有理由,譬如因為健康問題,來不到的議員提修正案,主席亦都可以行使他的權力,是假定修正案已經提出了,已經動議了。 我一樣可以將那個修正案作為代決議題,是讓大家進行表決的。 所以除非那位議員是無緣無故,不離開會,到他應該提出修正案的時候,我是無法知道他是有意備席不提修正案,因為有什麼原因不在席,否則的話,他提出的修正案,他要求提出的修正案,是不會不讓他動議的。 主席 主席 陳偉業議員 主席 主席 首先是一個規程問題, 希望主席可以處理。 請提出規程問題。 因為我知道在會議期間, 有不少議員看話劇, 並非議事規程准許, 議員開會期間看周星馳的戲, 我覺得這是對立法會的侮辱。 我想主席裁決在以下的會議, 因為上一次, 謝偉俊議員提了, 當主席諸多警告之後, 議員如果違規怎樣處理。 因為議員看電腦上與議會無關的事情, 是違反議事規則的。 我想主席可不可以講講, 如果發言議員是作一些和議會無關的事情, 違反議事規則, 又被指出是證實的話呢? 因為證實之後很多時候是事後才發現的。 我想主席可不可以解釋, 你有什麼處理的方法, 確保這個議事堂, 不會說一些議員做一些違反規則的事情, 又可以逍遙法外, 又令到這個立法會蒙羞呢? 主席 全國議員提出的內容, 大家在會議期間, 在會議廳裡面閱讀和觀看材料的所有內容, 應該與立法會有關的。 這是我們的議事規則裡面的規定。 陳偉議員請你繼續。 主席,我想理解, 如果當時被指出的時候, 因為剛才我所說的... 陳議員 你們都知道, 正如所有違反議事規則的行為一樣, 如果有人指出, 那位議員有違反議事規則, 我首先會提出, 叫他停止這些違反議事規則的行為。 如果議員堅持, 我會繼續勸喻他。 如果多次勸喻之後, 去到一個地步, 我認為議員違反議事規則, 是被我判斷作為已經是行為極不檢點, 我唯有請他離開會議廳。 這就是我們的議事規則。 主席, 可否要求王國健議員解釋, 上一次開會時, 看這個九品芝麻官與立法會開會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他解釋不到, 主席, 會不會裁決王國健議員行為不檢呢? 主席, 陳偉業議員, 你現在提出一個指責, 我在這裡再一次指出, 提醒議員, 開會期間, 你在會議廳裡面所觀看的, 所閱讀的內容, 必須與立法會有關。 我認為, 如果有其他有關議員違反議事規則的指責提出來, 我是會處理的。 陳偉業議員, 你是否要就這個修正案發言? 主席, 我希望全香港的市民監察立法會議員的行為, 開會期間, 是不是做了一些違反議事規則的工作呢? 如果是的, 應該即時指出, 就不是等他開完會之後, 才指出的逍遙法外, 令立法會蒙羞。 主席, 在我眾多的修訂裡面, 在一千... 主席, 主席, 即使這樣一部份, 梁國雄議員 在理論上等同所有的國家一樣,一定有一個憲法 憲法上差不多所有的國家都會在憲法上列明自由 法定人數不足 不11 00 b1antal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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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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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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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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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要解釋審訊和監禁的同時,我不可能不涉及到法律, 現在法律方面我不可以涉及到憲法的問題, 所以我絕對理解主席的困難和議員, 但我只是從一個民主議會的討論過程來講, 你所有事情是要有理、有據,也都有法律。 我只是想解釋一下重要性的主席, 當然那個裁決是主席的權力。 主席,為什麼監禁有這個問題呢? 因為在這個北韓,任何人,不單是國民, 任何人去旅遊,去這個北韓旅遊也好, 如果你在這個言論上, 被政府認為是對政府的管治構成這個批評, 就會被政府扣留的。 因為在媒體方面,基本上就是普遍存在的情況, 就是這個對領導人的讚揚,可以歌頌, 但是批評包括公開絕對困難, 但是如果私下的討論之間, 都會被構成一些的罪行而被扣留。 我想跟大家講講一些國際組織, 關於這方面的評論, 因為這些資料是重要的,主席, 不是因為一些人就說, 哇,你大舊在那裏, 就是做新聞做料而已。 這些是國際權威組織的一些研究的結果來的。 我沒有重複的,主席, 全部是新資料來的, 亦都是有關的。 主席, 跟那個監禁和審訊有關。 主席, 這個是自由之家, 最近這幾年, 自由之家是一個很權威, 很出名, 即是關於北韓方面的情況, 他做了不少的研究, 在06年的國家報告之中, 他們提到, 這個朝鮮是一個集權, 是世界上最封閉的獨裁的國家, 一切社會經濟都是被國家的束縛, 高壓的制度, 否定了人民一切的基本權利, 以殘暴的方法, 大家小心聽聽聽, 以殘暴的方法, 迫使數以萬計的人是順從的, 而他評這個國家的評分差不多是眾多國家最低, 定為這個不自由, 英文就是Log3, 所以你看回那個情況, 就是極為惡劣, 和這個嚴峻的, 而北韓奉行這個鎖國的政策, 國內的政治氣氛, 亦都是極為秘密, 這一點是重要的, 因為你有資訊流通的地方, 很多的問題你會知道, 包括中國人, 香港人在那個地方, 如果是被扣留的, 你會知道, 在北韓最嚴重的問題, 即不單是政治的情況的嚴峻, 人權方面被漠視, 而資訊方面極為封閉, 所以當有關的人士被拘留, 我強調拘留而不, 沒有審訊情況之下被拘留, 這個情況外面都未必知道, 過去有不少人士都經歷這個情況, 而事後, 過了很多年之後, 放了出來, 才逐步知道, 即是我不長篇大論, 即是講一些例子, 簡單講, 即是在多年前, 在美國眾議院有個聽證會, 有一個個案, 是清楚列出, 即是那個情況, 即是我不詳細講那個個案, 如果要講, 可以講整個小時的, 不過免得被議員說, 我拖延這個時間, 或者是簡單論述, 對這個事例, 是有實在在的例子, 而是一個公開, 有權威的聽證會那裡, 有了所有的資料, 和這個證明, 跟著一定要講主席, 要多處強調, 即是我要講那個法制, 朝鮮司法的機關, 是由中央法制, 法官議員 主席 Assembly un accept reality 你投資後 佑菀義議員 我不想聽說adura 的表示是否會導致ети法国家都 deficit 未經審訊囚禁 外國人的情況 特別容易見得見 陳偉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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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一個人被拘留在恐懼之中, 以及被酷刑處理, 當你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議員, 當你不知道被那個扣留的情況是怎樣, 又沒有正式的司法程序, 又沒有正式的法律的代表, 被這個國家安全隊 即是在這個其他人, 剛才我講了, 在整個的資訊不清楚情況之下, 在整個對外的聯絡完全被封閉情況之下, 在酷刑之下, 那你覺得, 即是都不知道夠多久, 你是完全不知道你的生死會是怎樣, 又不知道你的前途又是怎樣, 那你要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為了你的選民, 不會繼續沒有民意代表, 你因而這個, 覺得要請辭, 是一個很合理, 亦都是很正常情況, 不像那些人, 就生人霸死地, 不離開會都霸著議員委不做, 整年都不問個問題, 也都不參與這個辯論, 只是坐在那裏暗暈睡覺, 看這個周星馳的話劇, 是吧, 所以, 主席, 所以那個國家, 那個地方, 為什麼我特別選哪些國家, 那個地方的特殊性呢, 那些議員是要花一點時間了解和研究的, 是吧, 完全不了解那個情況, 就一下子完全否定的話, 這個是一個極端, 極端不負責任的情況, 那麽我亦都要指出, 即是這個北韓出現這個, 隨意拘留, 還有這個耗營和毆打, 這個收納這個病人的情況, 收納這個人民的情況, 是數以千計, 甚至是萬計的, 那麽有一個的特色, 就是它有這個集中營的, 那麽這個集中營呢, 所以補責任的勇主, 這是我利用一個強迫勞動的形式, 哪這個集中營呢? 陳議員 剛才多次提及號形, 那個字應該是讀入聲, 是酷刑残酷的酷 梁國雄議員 何俊議員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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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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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那些國家的現狀與現時的修正案完全無關 是無需再重新這些國家的情況